台北一名于姓罪汉,去年8月晚间搭乘台北捷运,因小孩在车厢内嬉闹玩耍,当场皆虚辱骂两次五字经,遭依公然侮辱罪起诉。 市邻地方法院认为,于南缺乏尊重他人名誉的法治观念,且否认犯行,处罚金三先元。 判决指出,于南有酒精依赖,于南和前妻搭乘捷运,因车厢上小朋友嬉闹,怒骂五字经,遭依法送贷,当晚11点多久侧值高达1.3MGL。 于南便称,告诉人用不友善的眼神回答那些不是他的小孩,只是发声口角,并没有说脏话。 告诉人在法庭上证称,去年8月25日晚上8点多,带住两个女儿搭劫运,在市邻至剑坛站间,车厢有许多小朋友嬉闹,当时有跟被告说不是我的小孩,但自己还是跟小朋友说笑声一点,因为有人生气了。 于南就站起来骂五字经两次,车厢上的证人称,当下有跟于南说小孩在不要骂脏话,于就枪声好胆再说一次,接住拿起手机录影。 证人按下紧吉林,于南的前妻见状,也用手机拍摄,双方未抢手机发生争执,前妻怒告对方犯强制,伤害罪,经常也不起诉处分。 判决书指出,证人与告诉人只是同车厢乘客,无厉害关系,不用冒伪证罪风险,且告诉人有陈述被告还如骂大抠耶,但证人正称没有听见此部分。 法院审秘时,于南说当天意识清楚,知道发生争执的经过,内容。 法官认为,于行为时,并无精神疾病,沈卓被告因语告诉人发生口叫争执,非理性沟通,在被劫车厢大声辱骂告诉人,缺人尊重他人名誉,处罚金三千元,可以服劳役。 罪汉在劫运上辱骂五字经,遭依工人侮辱罪,处罚金三千元。 图报细资料照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